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联却创造了最为迅速的记录 从兴起到解体 才短短七十多年时间 而且至今很多人都在为苏联的解体而感到惋惜 而说到苏联的解体 其实从斯大林死后就奠定了 那么为何斯大林死后 苏联就不行了呢 斯大林时代可以说是苏联的黄金时期 斯大林不但率领苏联打败了德国 日本 赢得了二战胜利 而且斯大林在为期点 利用二战后短短几年时间 为苏联建立了雄厚的重工业基础和军事工业基础 将苏联快速建设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且军事实力也是美国都忌惮 当时综合国力直接成为世界第二个超级大国 可以说 整个苏联在斯大林时代是蒸蒸日上的 按照当时那个趋势 苏联很快能够成为世界最繁荣的国家 而斯大林1953年就去世了 而斯大林去世后 苏联就逐步不行了 在赫鲁晓夫时代 经济没有取得大的进展 而且问题严重 到了国内日列夫时期 更是并不高光 调整改革都是来不及了 而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 更是日波西山 最终走向解体 一分为十五了 因此 西方有一个观点 那就是苏联在斯大林死后 其实就不行了 这到底是为何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主要是三点 第一 经济改变 在斯大林时代 苏联执行的是以权力发展一个工业部门 逐步完善的政策 斯大林首先集中全力发展重工业 然后是军事工业 最后是轻工业和生活服务业等 但是 斯大林在1953年去世后 继承位子的赫鲁晓夫没有继续下去 而是继续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 使得苏联产业结构 开始严重头重脚轻 到最后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这一点 直接奠定了苏联解体的基础 正是因为斯大林的死去 才使得苏联逐步陷入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陷阱 到现在都改不过来 第二 路线的改变 在斯大林时代 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国内演设上 所有资源都拿去经济发展 改善基础设施 推动经济进步 才使得经济快速发展 取得良好的效果 苏联当时不断壮大 科技水平不断提升 经济蒸蒸日上 当时斯大林目标是将苏联建设成为发达国家 但是 斯大林死后 苏联政策变成对外扩展 不断花钱援助其他国家 不断穷兵独武发展军事 发展武器 使得经济开始逐步陷入停滞 这一点严重影响苏联的国力 苏联在还没彻底富裕的情况下 拿出几千亿援助 埋影响力 埋武器 能发展才怪 第三 不再进行理论创新 从国家发展层面来看 只有不断的与时俱进 调整政策 实行新的理论发展 国家才能持续进步 这也是我国现在不断进步的基础 但是斯大林以后 苏联的领导人安于现状 志得已满 不再理论创新 开始吃老本 因此无法创造增量价值 做吃山空 最终走向衰落 走向了解体 所以 斯大林死后 苏联就不行了 探究历史真相 发现背后故事 对待历史 必须较真 更多精彩 请关注 还原历史真相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尽管C丽店务本价逐渡